AZ疫苗的效期好短 早上立委賴香菱爆料 其中9月14號完成封肩的31400劑 效期只有19天 然後10月18號完成封肩的有4300劑 更只有13天的 效期 為何我們收到的疫苗效期都這麼短 疫苗沒有打完 效期會展延嗎 AZ我們在上個月 或是在9月10月有收到 比較短效期的部分 這大家都應該都是屬於 其他國家捐贈的部分 那在這些捐贈的部分 因為量都不是太多 所以我們也都在如期 在效期之內打完 這都沒有問題 那所以我們疫苗 疫苗 並不會展延 目前就是效期多久 我們就是 就會 都會在這個效期之內打完 那大家也要 請注意就是 因為這些所謂的效期內的 其實都是 好的疫苗 並沒有說他們是 有什麼變質啊 或什麼樣 所以只要不藉校期 那事實上這些疫苗 都是可以打的 也並沒有說 所以只要我們在 使用期限之前把它打完 這都不會有問題